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6号的华视五件新闻 我是脸佩贝 新闻一开始要带你来关心台铁清洁工 杠上了列车长还害的火车污点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台铁有一列 从新左营开往气毒的举光号列车 这个徐姓女列车长 因为她要巡视每一节的列车 波音系统是否正常 就请这个清洁员来帮忙操作 不过这个清洁员呢 没有依照指令协助操作 双方爆发口角 列车长后来吵着吵着 觉得清洁员情绪暴走 担心她可能会暴力攻击 就在列车停靠在通宵站的时候 请她下车 不过双方僵持不下 列车也因此延误了十分钟 台铁现在表示 请双方提出报告之后 后来审议要如何撑处 穿着红衣的菜姓清洁员 抱着纸箱气冲冲地走近 举光号的列车长是将纸箱轻摔桌面 坐在一旁列车长见状出身 请她控制情绪 但却让菜姓清洁员更不开心 回呛怎样 接着拍打波音器外相对列车长说 这是我们有空才帮你按的啦 双方僵持不下 列车长担心清洁员情绪暴走 会有暴力攻击行为 停靠在苗里的通宵站 请清洁员下车 徐姓列车长无奈解释 两人发生冲突的地点在台铁举光号 从新左营开往七堵的510次列车 当时到台中大甲跟苗栗院理时 麻烦菜姓女清洁员手动按波音 而她去巡视八节车向波音设备是否正常 但蔡姓女清洁员没有协助按波音器还骗她说 设备故障了 双方爆发口叫 列车还因此延误10分钟 影响旅客搭车时间 台铁表示因为这场奋争 让列车污点会请两人提出报告后 审议知识在工作上无法克制情绪 引发吵架冲突 导致列车污点夜浪台铁形象大扣分 好爱新闻林轩张春风上新苗栗报道